現在市面上買到的牛奶大部分都是屋仔包裝 玻璃瓶牛奶的市佔率就好像越來越少 今集香港製造就一於實測下哪款包裝的牛奶好喝點 於是記者就請了兩位聲稱自己奶檔水飲的同事來試飲 沒錯,各位觀眾你們別看錯 其實玻璃瓶入面的都是屋仔包裝的牛奶 十字牌比較淡 比起其他牌子,我倒一點 這個濃很多 它有什麼味道 在後面 是不是有甜甜的,好像雞蛋一樣的味道 我不懂形容那種味道 這個奶味比較濃,這個比較清淡 好,所以喜歡哪一款呢 這個,玻璃瓶 雖然見它噎得這麼開心 但其實它已經上了檔 一起看看另一位同事又會選哪一款 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覺得瓶是新鮮一點 我覺得這個口感比較厚 好,我喜歡這個 我純粹是拿了一張回來,然後將屋仔裝 真的嗎? 對 但為什麼這個口感比較濃 是我心理作用 沒錯 它儲存的方式是不同的 玻璃瓶飲起來就比較好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玻璃瓶和屋仔裝的牛奶 其實是不是一樣的呢 為了找到答案 記者就決定去一轉元朗大身位 問問十字牌牛奶的總經理阿Paul 裡面的鮮奶其實是一樣的 不過我聽了很多不同的消費者 朋友都會總是覺得玻璃瓶的鮮奶 是更新鮮更好味 甚至他們經常都說 以前神父大魚山年代的鮮奶是最香最順 我想這些可能很多時候都配合了情感 又配合了懷念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們做食物都是明白的 很多時候都是情感都會令到你覺得 那個產品那個食品會更加好味 包裝的不同加上童年回憶的加持 難怪明明是一樣的東西 大家都覺得玻璃瓶的好喝點 既然玻璃瓶奶帶到這麼多回憶給大家 為何在市面上會越來越少呢 其實玻璃瓶我們是非常不捨得的 由我加入這個銀奶廠之前 其實玻璃瓶已經停產了 當時我知道其實有幾個最大的挑戰 其中一個就是香港 由以前可能很著重回憶 但是去到近這十年 其實那個回憶率就低了很多 這個就是變相 其實原來可能一百個瓶裏面 都可能收不到幾個或十幾個瓶 這個是其中一個都幾大的原因 第二個就是我們做鮮奶的入瓶機 和洗瓶機其實都是有點老化 我們其實一直都是要維持著很多的維修 去幫它做好那個機器 還有最重要就是我們也都看到 就是洗瓶或者整個回瓶的過程 其實都牽涉到很多人力物力 整個團隊都會覺得 綜合了這麼多的原因 我們決定最後就停了玻璃瓶的生產 主要就是專注於紙盒 即是紙包裝屋子奶那裏 但是我想將來未知道 我們希望就是說如果以上的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解決 又或者可以有些方法去想到其他方式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玻璃瓶可以重現 回瓶率低,人手成本上升 所以玻璃瓶牛奶就越來越少 不過十字牌現在所賣的牛奶 其實跟過往玻璃瓶牛奶是一樣的 講起十字牌的誕生 就要從1953年的大嶼山講起 當時的聖母神樂園 得到安憑小姐妹會所捐贈的一隻魚牛 是當時物資貴乏的年代 營養豐富的牛奶可以說是很罕憂 就會見到這樣 就在自給自足之餘 就將牛奶分享給附近的居民 慢慢神樂園又收到更多的乳牛捐贈 牛場也慢慢開始見到規模 甚至市區的酒店都很想神父供應奶給他們 結果就在80年代 神父決定將大嶼山的廠房 搬到他今日元朗大新衛的廠房 十字牌牛奶也都就此誕生 我說現在我們元朗大新衛這個廠房 其實都差不多有四十多年歷史 所以變相我們這麼多年來 真的我們需要有一些投資 去令到機器或者整個系統 一路不斷地翻身 我們亦都希望這個廠房的出品 是可以和國際標準可以接軌的 這裡我們是一路堅持 希望可以將產品做得更好 除了機械要不斷翻身之外 其實牛奶的運輸過程也都很重要 其實我們單是廠房都不足夠 我們說的是整個產業鏈 即是供應鏈其實都很重要 正如我們由廠房做好的產品 再去配送 再去到零售市場環境 其實每一環都很緊構 因為大家都知道 鮮奶尤其是要雪的 其實那個品質是很重要 所以就算我們去到零售的渠道 它保存的環境 其實都是非常之關鍵的 而元朗大身為廠房的四條生產線 就可以供應到五到六萬盒的產品 給全港不同的經銷商 我們這個廠房每天 現在大概做五六萬盒產品左右 每一天 雖然我只是說 我們全部做的都是這間屋迎合的奶 但我們都有幾條生產線 在那個生產部裏面 我們依據我們每天的需求 去決定每天的生產計劃是怎樣做的 作為營運經理的Edward 每天九點就要回到廠房 開始他一天的工作 我們剛剛就在那個車間 就看到那個牛奶的包裝過程 其實是很簡單的 因為就由一部機自動化這樣做 你看到我們同時就把一些 未成形的盒放在機上 這部機就自動把它摺成一個盒 然後就灌一些奶進去 即時就封口 然後你就會看到在後面 就印了我們的食用日期 另外有些同事在後面 將一些奶倒進去膠格的時候 就會順便去做一些檢查 檢查它會不會有漏 如果有問題就會撿走它 那產品完成了 同時就會送它進來 我們這個成品倉裏面 這樣儲存 我記得你剛才也有自己在這裡 禁一下奶 你平時會做甚麼 我主要都是進來抽查 那些產品有沒有問題 我都會進來檢查 我們的日子有沒有打錯 會不會 另外那個產品 會不會封得不漂亮 會特別有問題 那就可以出去 新生市跟同事跟進 Edward除了要控制好產品質素外 不少身後味的配方 都是出自她手筆 也是她覺得工作內容最有趣的地方 其中之一一定是做新產品 因為當中除了接觸不同的原料 不同性質的東西 做些不同的味道 也會有很多機會可以給自己 把公司的產品做好些 又或者講過剛剛推出的新產品 那個冰室奶茶 其實裡面用到一些生產的環節 其實跟平時很多產品都不同 因為你知沖奶茶都有一個沖茶的動作 以前是沒有這個 也有機會學會了怎樣沖茶底出來 而當中她最滿意的作品 就是十字牌的朱古力奶 這個朱古力奶就是 我來到之後 就去一個做的新配方 做了一個朱古力味 是比較香濃一些 還有如果跟其他方家 跟其他朱古力比較的話 一般的朱古力奶都很甜 但我們這個朱古力奶 就是做到口味比較小甜一些 如果你有機會 可能跟其他品牌一起去試 你會試得出那個分別 那她的朱古力奶是濃得來 也那個甜味和奶味比較平衡 我覺得 見Edward這麼有信心 就一於做一個盲測 給同事試試看 看看十字牌的朱古力奶 會不會真的正出 看這顏色 就這個淺色一點 十分懷疑這個就是十字牌 我先試兩個 你有沒有喝開朱古力奶 有 有 但是 我現在是選最好喝的 你自己喜歡哪一種就有 即是不需要淋什麼 中間 為什麼 中間的朱古力味好像濃一些 這個一喝下去我覺得是 稀一點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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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 甜 就是喝到那股 糖的甜味 這個就是朱古力帶出來的那種甜味 所以我選中間 好 嗯 最旁邊就是 其實很像這兩個 但是 這個好像 中間好像再 是不是 稀身一點 還有朱古力味好像再濃一點 嗯 好 中間是十字牌 嘩 這個 這個 是嗎 因為這個很稀一點 這個 不好喝 是 這個是不好喝 這個是什麼品牌 看 好色 淺色 是淺色 淺色 是淺色的 可以了 Appler除了對自己創出來的產品 很有信心愛 他還和香港本地農場 推出了限量的本地奶原鮮奶 是 這個香港奶原的產品 就是我們最近 由去年開始 就和一個 本地的農場合作的 他們其實都是一個 新設立的木場 他們 雖然牛的數量就不是很多 所以 這個本地奶 那個奶原 那個供應都很有限 我們就和他們合作 他們每一天 牛奶 從牛道拿出來之後 就會送到我們廠那裏 就會即日去做處理 務求令到那個產品 最新鮮的狀態 可以送到外面 說了那麼多 可以在哪裡找到呢 我們現在這個奶 就沒有在零售層面售賣 我們會有些不同的 餐飲那邊的合作伙伴 他們有些會拿來做他們自己的產品 有些也會拿來做一個飲品 這樣上桌 十字冰室就是我們其中一個 主要的供應的地方 十字牌 其實我們都說 很想年輕化 所以 為何會和這間冰室 或者一個主題冰室 去合作呢 其實很好 還有冰室 大家可能都會想到 其實它用奶 其實是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奶 所以其實是一個 非常好的合作 就是我們平常吃的早餐 或者探查餐都會有個炒蛋 其實這個炒蛋 就真的用了現在我們本地奶園做的鮮奶 去炒的 所以無論是心理上 或者真的吃的時候 都一定是很鮮味 而這個就是我們近來 今年去特別推出的一個甜品 對 漏奶 西多 但我們就是中間加了鮮奶 即是當你一用把刀 一切開的時候 你就覺得 好像一個熔岩 好像瀑布 這樣流出來 其實就很賞心願望 除了有本地奶園製作的菜式外 在十字冰室 亦都有原資本地奶園鮮奶供應 其實我覺得十字冰室 絕對是可以和十字牌 大家互相配合 互相去幫助 我還記得有一次 應該很早的了 都兩三年前 我有機會在自己吃東西 突然間吃東西 就聽到隔壁台 應該是一對夫婦 他一路在吃東西的時候 就說起十字牌 這個其實是十字牌 你知不知道 是神父當年一些品牌 吹出的奶 跟著說了少少起源 當時我聽完之後 其實我自己都真的有些興奮 覺得原來我們真的和餐廳合作的時候 原來來到之後 亦都很多香港市民 他可以回顧 原來香港真的有一個十字奶的品牌 而回顧 跟著可能 來了吃東西之後 會繼續支持十字奶 或者十字牌的產品 這樣我覺得是 真是做到我們很想做的事 所以十字牌近年都積極和不同品牌合作 無求令更多年輕人認識十字牌 其實實不相瞞 這幾個字是我兒子和女兒寫的 因為我們很想這幾年後 真是想把品牌牛奶 可以做到更好的推廣 就是想一個最好的中字字線 就是我智商你身體健康 有一天我見到在她的雜作寶 女兒的雜作寶 找到一個這樣的字 我字 不如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字是有些錯別字 但我們看到也覺得挺有趣 再加上哥哥的另外一些字 最後就組了 就是我智商你身體健康 這個劑 是因為我們做牛奶 其實很多人都很想要營養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們之前兩年三年的疫情 令到我們很知道 原來健康是很重要的 幾年前的疫情重創各韓各業 當時的牛奶廠也受到影響 其實基本上我們很多的老員工 同事都真的COVID病了 當然我們不希望真的停產 因為我們也知道 市面上很多人想繼續有鮮奶 有很重要的食品供應 所以我們總動員 未病的未有COVID的都進去幫忙 我也有去車間 怎樣去幫忙搬運 再去運輸也有幫忙 大家同一條心 十字牌或者這個牛奶廠 最大的分別跟我以往的工作 其實真的是一個使命感 其實也有提過我們以前牛奶 也可能出現過一些品質的問題 甚至可能大家以為做鮮奶很穩定 其實每天都有人會買你支持你 其實當我加入了這間公司 都發覺原來不是那一回事 原來做鮮奶是非常非常之間距的 在香港 譬如我們日常除了鮮奶的補質期之外 原來我們沒有發覺到 很多時候在超級市場 賣不完的奶 其實原來我們是需要回收 也不能夠再次去再次去使用 我也呼籲一下大家 如果有機會去到超級市場 或者建議店的時候 如果我們看到食用日期 是我們都能夠吃到的 或者飲用到的 其實我們就未必要選最遠期的 如果不然其實都可能會造成很多浪費 這個一定要講就是我們那個堅持 或者永不放棄的精神 除了我自己之外 我們最重要就是十字牌 其實我想陪著香港人成長 是一個很經典 或者經典中經典的粉牌 所以我們一直都希望可以幫神父 我們的股東 去守著這個事業 守著這個品牌 還有我剛才說 我們的廠房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老員工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這個事業 縱使有多艱辛也好 我們希望都可以維持下去 也可以繼續養活我們的老員工 和他們的家庭